台上的人禁歌起舞 台下观众随歌起舞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中立歌友会的跨年晚会 淘鸡群聚案的清洁员曾经到场 歌曲一放台下眼神聚焦走道 但确诊者一连参加好几天 当时将近八十多桌 坐在台下吃饭看表演 几乎都没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热闹互动台下宾客站起身 拍手吆喝 但这场活动的防疫工作 根本不确实 我们在十二月十五号以前 做的还算蛮完善的 那后来的确我们承认有点松懈了 然后我们办这场活动 就没有做这样子的 十连制的这个动作 台上台下口目齐飞 十二月三十一号跨年夜这天 歌友会会员拥挤现场 确诊妇人按一七二三九 更是在跨年夜前后 一连五天到访 因为我们礼拜三礼拜六都会来这边跳舞 跨年那天有来吗 那天状况是很 我一堆是玩牌的 打麻将的 确诊者甚至还跟朋友 在跨年晚会后打牌打了两将 大约三个小时 目前歌友会已经提供名单 给卫生局进行相关疫调 有会员跟我反映说好像有看过他 可是他的确是 他没有参加跨年是事实 那他是十二月 一月一号的凌晨 十二点十六分进入的 他从机车棚里面进入会馆 然后在那个舞台旁边坐了一下子 然后就约了三个朋友 到里面打两将的麻将 不管飞沫还是接触感染病毒攻击不分男女 加上完全没有社交距离跟防疫措施 扩散隐忧中央地方都担心 三地新闻王成为 台北采访报道 每个月都有庆生会 金赏歌友会成立十八年 终止五元来到顶 宣传单也曝光 会费年缴五千元会发制服 庆生会有蛋糕有红包 婚丧其庆有礼金 还有各式活动 目前会员约八百人 算一算会员费约四百万 共分为七个小队可以自选 每个小队约百人 平均年龄六十五岁 固定每个月庆生 二月还有围炉红包 五月母亲节有舞蹈比赛 端午中秋都有活动 十二月活动最多 包括麻将赛 圣诞跨年 会员遍布桃园和新北 桃园中立八德平鎮 新北阴歌淡水 灵魂人物是馆主城中央 歌友会的场地是家族持有 还曾经当过中立市民代表 我们跨年是我们例行性的一个活动 经常歌友会成立十八年 那一年大概有三十六个活动 那跨年晚会 是我们往年例行的活动 那因为场地的关系 所以我们每次限制人数 歌友会不只唱歌 有活动有出游还有帮人庆生 成年长者的寄托 三地新闻林文盛林昆信 桃园 赛宝报道 字幕志愿者 苏